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完題目 In the Figure AOB 即是這個 講明It's a CETA 是線形 With O With Center O 即是O是原心 講明OB 就是R 講明這個就是半徑 OB是半徑 R這麼長 OA也是半徑 即是R CM這麼長 In the Area of the SETA 即是整個灰色部分 這個線形 它的面積是24cm2次 21cm2次 他就問我們 Find the Values of AO CORRECT to 3Fig 3色Fig 準確指3位有數字 OK 好 事不宜遲 兩檔案子出來先說 由於四項關系 科技都很先進 那就是整條題目出來了 大家不用歸去 真心可以看著做 省點時間 非常方便 沒有那麼慢慢來 等一下一定是用到一條公式 有關於線形 SETA 它的面積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裏在說 Area of SETA AOB 就是21cm2 我不用 我批個頭給你 是不是 記得線形的面積怎麼計 上課說過了 如果你不記得 不如我再提提你 好嗎 六個六屎給大家 留個筆記給大家 留意一下 橙色部分 OK 那就按掣出了 那有關於線形 那這裏我打錯了 可以嗎 就是這兩條公式 其實這條公式 其實它是在說 線形 線形就是這個 OK 它的不是周界 而是在說 弧場 可以嗎 所以這裏改為 弧場 可以嗎 其實它那個 這次是做面積 所以其實在這裏 就是線形的面積 就是這條色 就是FETA 超過360度 再成為PiR² 其實這條公式 不用背 明白就可以了 怎麼明白呢 首先 線形 就是這個 它和圓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 線形 綠色的部分 其實就是這個 圓的其中一楷 好像切片一樣 切出來 對吧 首先我們要理解的 就是這條公式 什麼叫PiR² PiR² 其實就是整個圓的圓面積 是不是 就再成為什麼 就再成為 為什麼前面有個360度 FETA 其實它的意思 這個就是整個圓面積的PiR² 比例上是佔多少 其實你可以看成為 整個圓的360度 對吧 只不過你綠色部分 佔FETA那麼多度 它可以前面乘回PiR² 比例上 就是360度 分之FETA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嗎 再乘回整個圓的圓面積 這樣就出來了 可以嗎 明白嗎 所以在這裏 首先我們來的 其實都不難發現 因為這條題目說的 見到嗎 不如我拿一支圓不算 拿一支藍不算 題目說的 我記在這裏 這個的area 是等於 21cm square 題目說的 對吧 所以我們開中名義 就來的 就是由於 the area of the sector 就AOB 是等於 21 OK 那寫好一點點 所以 發生什麼事呢 願無意外 所以 我心裡有數 就是怎樣計算 setter的面積 就是這個 線型的面積 那你就當它一個圈 這樣看先 計算面積 那就是PiR² PiR²的R是多少 R就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R 這個長度 這個本鏡的長度 它說R 所以我們就照寫 就是PiR² 好 那 前面要成什麼 你不是要整個圓的面積 你只不過是佔灰色的部分 所以這裡整個圈 整個圈 你是佔多少呢 你360度裡面 你只不過是佔140度 看到嗎 140度這裡 所以其實在這裡 前面應該整個圈 就是什麼 就是140度 寫得好 寫得好 寫得好一點 好了 140度 就是360度分之140度 就是這個 好了 之後就會是等於 右手邊的21 意思是上下 我們上下有些東西可以約的 那就是 度和度約 那就是 140度和360度 約 那約 剩下 上面就是7 而下面就是8 OK 所以其實在這裡 我們弄得好一點 那麼 這個PiR² 就乘上去7這裡 所以整個就是7PiR² 會等於什麼呢 那21就留在這裡 將除8 調過去變成8 就是20x8 21x8 如無意外就是378 好了 然後這裡有個乘7 調過去變成除7 不過說真的 你可以整個7Pi這樣看 整個7Pi調過去變成除7Pi 所以其實真的簡單來說 R²次 就會是 等於 378 再over7Pi 不要介意我拿一支 粉紅色筆約一約 好嗎 上下因為我也發現 還有個7可以約的 那7一如7 3 7 8 應該是出 54 這裡是約1 所以其實 R²次是什麼呢 我強調是R R 二次 給你一個紅色筆 好嗎 R二次 就會是等於什麼呢 那這裡 就是 54 在上面 下面一成Pi就是Pi 那就是54 再 54 回到Pi 那我們最想找個R 有個二次阻礙我們 我之前都教過大家 在前面的一課 有沒有上課 有沒有聽書 還記不記得 OK 基本功 偉大基本功 如果我們把二次調到旁邊 就會變成什麼 還記不記得 正負開方巾 對吧 所以這裡應該會出兩個答案 第一個答案就是 或者我先調了 不要加太多 就是出正負 開方巾 好 裡面是什麼呢 藍色部分就照抄 就是 54 再 Over Pi 重複 就把二次調到旁邊 變成 正負開方巾 即是紅色的部分 出這些 那藍色部分 其實照抄就放下去 OK 可以嗎 接著之後 我真的說有兩個答案 第一個答案就是 R 就會等於 好了 就是 先寫 就是 正開方巾 好了 就是54 OverPi 裡面就是54 給你足夠卡拉利 OK 再OverPi 或者 中文叫挖 英文叫or OK R 就會等於 一正一負 還有第二個就是負 就是負開方巾 這個 所以我們 就是負 開方巾 裡面就是54 然後 再OverPi 好 好了 有沒有可能是負呢 說真的 負一個數 是不是 我告訴你這個數目是什麼 是不是 都沒有可能的 R怎麼會是負 R代表什麼 就是半徑 負 譬如負10 這樣 難道代表縮入去嗎 負代表縮入去嗎 縮入去負10cm 就是負10 是不是真的縮入去 負代表縮入去 負代表縮入去 負代表縮入去10cm 沒有可能的 是不是 所以負代表縮入去嗎 所以沒有可能是負的 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是rejected OK 中文的同學 就是寫去 寫去 即是不愛他 OK 所以換言之 我們心裡有數 那麼 這個東西我們按機 因為我們要用三色幅 三位有數字 準確至三位有數字 我們一起按機 我都現在在現場按 OK 如果沒有意外 我會怎樣按呢 先按開方根 然後裡面就是按54 好了 再按除 好了 Pi就是按shift EXP 好 先關掉我的括弧 按等於 就是EXP 好了 原汁完美的答案應該是 4.14 59 29 794 重複 計數機 原汁原味 水蛇樽這麼長 就是原汁原味 是什麼呢 就是4.14 59 29 794 我們拿三色幅 三位有數字 的情況下 應該我們就拿 應該這個R 我們就會拿 4.15 好了 告訴大家 你是correct 中文的同學 等我等下 小英文先 好了 就是correct to 3個的 色幅 中文的同學 答案 準確至 三位有數字 OK 所以 搞定 R應該是4.15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正確答案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正確答案就是B 4.15 好 終於搞定 看看大家今天 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這個就是個 詳細的答案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